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 以下是耶和华的末世 这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的话 耶和华的宣告 他铺张诸天 奠定大地的根基 造成人里面的灵 看哪 我要使耶路撒冷成为 令周围万族喝醉的杯 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 犹大也必受到攻击 到那日 我要使耶路撒冷对万族来说 像一块沉重的石头 举起他的必受重伤 地上的列国 必聚集起来攻击耶路撒冷 到那日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要击打所有的马匹 使他们惊恐 击打骑马的人 使他们疯狂 我必开眼看顾犹大家 我要击打万族所有的马匹 使他们瞎眼 那时犹大的族长 必心里说 耶路撒冷的居民 靠万军之耶和华 他们的神得着力量 到那日 我必使犹大的族长 好像木柴中的火盆 又好像河捆中的火把 他们必向左右 吞灭周围的万族 但耶路撒冷的人 必仍在城中远处安居 耶和华必先拯救 犹大的帐篷 免得大卫家的荣耀 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 胜过犹大 到那日 耶和华必保护 耶路撒冷的居民 他们中间最软弱的 到那日 必好向大卫 大卫家 必好向神 好像行在他们前面的 耶和华使者 到那日 我必歼灭所有钱 来攻打耶路撒冷的列国 我必把那恩慈 与恳求的灵 倾注在大卫家 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身上 他们必仰望我 就是他们所赐的 他们要为他哀哭 好像丧独生子 他们必为他悲痛 好像丧长子 到那日 耶路撒冷必有极大的哀哭 像在米吉多平原的 哈达林门的哀哭一样 全地都要哀哭 一家一家 独在一处哀哭 大卫家独在一处 他们的妇女也独在一处 拿丹家独在一处 他们的妇女也独在一处 丽卫家独在一处 他们的妇女也独在一处 世美家独在一处 他们的妇女也独在一处 其余的各家 都是一家一家独在一处 他们的妇女也独在一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